假如男人能娶两个漂亮性感的老婆,那会怎么样呢? 今天小敏给大家讲一个小伙同时娶两个漂亮媳妇的故事 《大丈夫日记》 在一个大月瓢泼的夜晚 男主小周先后认识了时装店老板祖儿和空姐莎莉 并且同时和他们成为了男女朋友 在该结婚的时候 小周面对两位国色天香的美女难以抉择 于是她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分别在巴黎及纽约与良人结婚 婚后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小周每晚要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 结果导致睡眠不足 大白天困得睁不开眼 后来她迫不得已制定出计划 一三五陪沙莉 二四六陪祖儿 因为沙莉是空姐 要买世界飞 而祖儿开服装店整天忙于生意 小周安逸了好一阵子 但计划与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先到 这天小周赶着去跟沙莉约会 半路被车门给撞晕 警察将她送到医院后通知祖儿来医院 不巧的是 这时沙莉早一步来了医院 这让小周慌了神 为了不让两个妻子同时看见自己 小周一边催促着 刚到医院的沙莉赶紧回家 一边拼命地躲避寻找自己的祖儿 可最后三人还是进到了同一间电梯里 这时候的种族特长就发挥了作用 那就是男人在撒谎时 智商高不可攀 小周即使用电梯口的盆栽 和别人家的孩子挡住脸 巧妙躲过了祖儿 陪着沙莉回到家后 警察肥仔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因为她在医院里 看见有两个女人都在找小周 并且还都说自己是小周的妻子 于是她就来到小周家中询问情况 面对肥仔的质问 小周骗她说可能是有人跟自己聪明 说吧肥仔决定去祖儿家核对一下 小周心想 一核对事情肯定得露馅 所以她在肥仔往祖儿家走的这段时间里 先给祖儿打电话 骗祖儿说肥仔是个受了打击的精神病 然后小周又让铁哥们志雄 去祖儿家里假扮自己骗肥仔 在肥仔到了祖儿家后 身间重任的志雄 游走在肥仔和祖儿之间 既要消除肥仔的疑虑 又要控制单惊受怕的祖儿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经过好一番折腾 志雄才打发走了警察肥仔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沙莉买衣服时 碰巧望到了祖儿的服装店 虽然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 但他们聊得十分愉快 当天晚上 小周不小心将两个老婆遇到了同一地点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到了约会第一点后 小周才发现 自己的两个老婆居然坐在一块 聊得热火朝天 志雄在旁边都替小周担心 不过小周确实有两把刷子 他先偷偷的把祖儿叫出来 骗他说沙莉是志雄的地下情人 而自己为了帮志雄隐瞒 要假装和沙莉亲热 单纯的祖儿就这样相信了 然后小周又用同样的方法来骗沙莉 结果两个女人都误以为 对方是志雄的地下情人 这一顿饭竟然神奇的给混了过去 而且沙莉和祖儿竟然还成为了好朋友 后来两个人在理发店做头发时再次偶遇 热情的祖儿邀请沙莉来参加生日聚会 眼看又要大难临头 小周再次请出铁哥们志雄帮忙 这回小周想了一个周弊的计划 他准备和志雄一起上楼 进屋后志雄开始装晕倒在地上 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去医院的借口 最后趁着借口就可以把沙莉送回去 避免两个女人的直接交流 小周对自己的计划信心满满 可到了生日聚会真正开始的时候 却意外频发 先是志雄半路堵车迟到 小周用唱歌拖延了好长时间才等到志雄 后市警察肥仔突然登门拜访 悬为上次的事情 小周假装成同性恋才将其恶心走 后来志雄按照计划假装昏倒抽搐时 不料祖儿拿来了大把的草往他嘴里塞 说是为了防止他咬到舌头 小周也只能跟着赵作 最后小周的难关是渡过去了 但志雄的嘴巴却被蹂躏得不像样子 不久后 莎莉和祖儿在照相馆时 互相看到了对方的婚纱照 这时他们才明白自己被小周骗了 于是他们俩决定联合起来报复小周 他们在小周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给小周疯狂的喂食 刷小周耳光 然后莎莉私下叫来一群小混混 把小周打得鼻青脸肿 祖儿装醉 把小周戏弄一番后给灌醉 小周酒醒后 发现莎莉和祖儿居然同时睡在自己旁边 于是小周慌忙把两个人分开 一对忙活后 小周累得要死 莎莉和祖儿也觉得差不多了 于是他们就把小周的手脚靠在床上 捡破他的衣服 然后用水浇了个透心凉 事后小周不断请求两位妻子的原谅 过程中不慎从树上跌落受伤住院 而另一边 莎莉和祖儿都决定把小周让给对方 而自己离开香港 可谁知两人在机场意外碰面 一交流才得知对方都要离开小周 他们都不忍心让小周孤零零一个人 这时小周带着伤赶过来挽留他们 二女又同时想到 如果对方离开小周 那自己不就成了小周唯一的妻子了吗 于是两个女人不约而同都留了下来 这天晚上 莎莉和祖儿走在街头 不小心被警方所监视的毒贩劫持 而小周为了救出两个妻子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跟歹徒谈判 歹徒和小周谈完条件后 小周一死相逼 求警察同意 最后警察被小周的真心感动 答应满足歹徒的要求 这时小周一激动 拿着的手枪不小心走火 毒贩听到枪声受到惊吓 就朝小周开枪 两女见丈夫有危险 转身便夺过了歹徒的枪 一通乱射后 竟然误打误状制服了歹徒 经过了这样一番生死考验 可以看出小周和两个妻子 确实彼此相爱 最后他们信奉了 允许一夫多妻的伊斯兰教 三个人一起过上了 幸福美满的生活 荒唐的一场闹剧 却无意透露出了 一夫多妻的方法 小敏只能帮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